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BerryJack 今天我们来看一篇七年前的文章 蔡英文为何偷偷地哭 那主要呢,她是看了一部国片《燃烧把握记》上 然后呢,她就偷偷地哭 怎么回事,我们来瞧一瞧 不,蔡英文为何偷偷地哭 2014年2月13日10点26分 浏览1276 回奖0,推荐3,引用0 约两年前,蔡英文硬邀观赏国片《燃烧把》 欧几桑,电影谈老旧眷村光荣新村的改建 老荣名和现代社会的磨合 后来导演黄建亮透露 蔡英文看电影时有偷偷地哭 为什么政治人物要偷偷地哭 很多政客哭都很光明正大 还唯恐别人不知道他们情绪激动呢 傅云青就指责陈菊在纪念许昭荣 郑南荣的场合哭呢 C陈菊哭傻小 蔡英文为何偷偷地哭 第二,偷偷地哭为什么会被发现呢 一个可能是导演黄建亮很注意观众的反应 毕竟据当时报道 马英九、宋楚瑜都未接受邀请去看这部电影 另一个可能则可能是蔡英文哭还不够偷偷地 因此被发现 那为什么哭呢 哭的含义很多 有悲从中来的哭 也有喜极而泣的哭 有一本书叫听眼泪说话 政客哭泣就比较复杂 蔡英文当时特别引用了一句话 光荣新村 不就是我们的家妈 台湾不也就是我们的家妈 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们一同来保护他 可能他是为此而感动 后来应邀致辞的老兵代表江思章说蔡英文 去年在基隆评调太平伦事件时表示 民进党要严肃反思族群问题 让他印象深刻 其实住在眷村的老兵生活还算过得比较好 更多老兵没得住 生活困苦 要卖爱国彩券 擦皮鞋 卖报纸 外省老兵和国民党没有画上等号 老兵不是既得利益者 甚至是受害者 江思章这位老兵 我有在蒋经国为何被台湾人怀念一文谈过他 过去曾当老师 生活算是相当好了 但为了追求公平正义 曾公开说国民党抓兵的真相 结果被白色恐怖关三年 后来他推动老兵返乡运动的过程也曾被误解 这也是黑名单返乡运动的一环 换言之 他不只追求老兵自身的权利 也为台湾的民主付出心力 我有看到一篇应该是我们台湾这些年 作者料性中对江思章的采访口述 台湾外省老兵的故事 一江思章老师 江思章说我早在70年代就参加党外 我在党外辈分很大 我还是编联会的议员 你说这些经验是不是让我胆子大 搞返乡运动 也可以这样说 我那时还在当老师 已经秘密参加党外了 他们都晓得我 很早就被盯上了 根据联合报报道 当时蔡英文对此感触良多 又主动向江思章表示 希望有机会再谈一谈 你讲的我都记得云云 蔡英文2012总统大选落败 我不晓得蔡英文此后真的记得这件事吗 不过这也反映出一个现象 要了解外省人必须从眷村开始 这好像有些人自以为看过电影 三太子就知道台湾本土文化精髓一样 介绍眷村的外省人 却又要多一句 眷村外的外省人也要被了解 然后读者或观众就会说有空一定再聊 什么时候有空 下辈子吧 总而言之 就像2008年民进党选总统的时候 谢长廷邀请一群穿黑衣遮遮掩掩的 年轻台南眷村子 地大谈少数国民党权贵有绿卡 却要没有绿卡的眷村朋友处变不惊 2012的蔡英文则是看眷村电影 偷偷地哭 2016的民进党 你们的新把戏是什么呢 written by blackjack 2014年2月12日 看眷村电影蔡英文 偷偷地哭联合报记者林郑中 台北报道2011年12月1日 民进党总统参选人蔡英文昨天表示 早期民进党的领导人和许多 外省级党外人是有深刻情谊 很可惜到九年代有点走位 因为当初理想人无法克服族群差异 但经历民主洗礼和冲突在省思 现在是一个好时机来检讨这个问题 蔡英文昨晚应邀观赏国片燃烧吧 欧吉桑 电影叙述老旧眷村光荣新村的改建过程 老荣民和现代社会相互磨合 剧情效忠带泪 导演黄建亮透露 蔡英文看电影时有偷偷地哭 应邀致辞的老兵代表江思章说 蔡英文去年在基隆平调太平轮事件时